MOTIVA 本身最大的特殊點就是 它是屬於龍毛面的 但它屬於一種是耐敏級的龍毛 所以它對於夾磨方面的話 它有抗夾磨的一個功能 另外的話 因為它就是耐敏級的龍毛 所以其實摸起來不是粗糙的感覺 是偏向光滑面的那種感覺 另外的話 跟一般的果凍矽膠一個最大的不一樣就是 它的這個填充率 一個外殼 然後裡面我們要填上果凍矽膠的時候 它填充率可以到達百分之百 一個東西如果把它填到百分之百的話 外圍它就比較不會有所謂的皺褶 不會有皺褶的話 那其實在我們放上這個果凍矽膠的時候 它的帶緣感就不會那麼樣的明顯 那再來呢 另外就是它的延展性很好 跟我們在做手術的時候有直接相關 就是我們今天如果要把這個果凍矽膠 把它放到我們製造出來這個 雙部下面的這個空間裡面的話 我們所用的傷口不用太大 它延展性很好的話 原本這麼大顆的果凍矽膠 你想把它塞進去 你可能需要比較大的傷口 可是呢 因為它延展性好像可以拉得很長 拉得細細的 那在這種狀況之下 我們一般來講 你要放入一個300cc的一個果凍矽膠的話 它可能只要一個大概2.5公分不到的一個傷口 就可以把很大的果凍矽膠把它塞進去 相對起來的話 它已經感覺起來是一個很自然的果凍矽膠 如果再搭配上我們的一些自體脂肪的衣植 然後再配合上適當的Case的選擇 它應該目前可以做到很自然的那種感覺 所謂的這個複合式摩滴濃乳呢 我們是用一個果凍矽膠的甲體 那我們現在用的甲體是用摩滴 用Motiva 用玻璃妹的這種方式 把乳腺組繩起來 再配合上就是我們一些自體脂肪 英文上有講的名稱叫做Motiva Hybrid 那Hybrid 就像我們在開那個油電車一樣 就是它就是混合的一種方式 就是我們又混合甲體 又混合自體脂肪 我們這個在自體脂肪方面的運用 複合式濃乳方面的話 除了我們可以讓整體的Size 可以再增加一些之外 另外一個功能就增加它的豐滿度 那這個豐滿度的話 我們大部分 尤其像我們東方的女生來講 比較缺乏的都是在上胸 還有比較中間的這個位置 這些位置的話 我們可以放一些脂肪 讓它的豐滿度可以增加 那有時候其實也用一些自體脂肪 比如說我們有時候也可以放在 乳韻的一些邊緣上面 也可以讓一些乳韻的皺褶 撐起來 讓它的顏色可以變得比較淡一些 這個都是用自體脂肪 可以去做到的一些修飾 就算了 這邊就是很多細節 可以完成 現在是一個小焦 看來 直接隨便 ität pak 即ерм 我們可以 吃 吃 感谢观看